古籍中记载的丝瓜溢水 你了解多少 丝瓜就是普通的水瓜 采回来洗干净 在它身上搓几个洞 再塞满冰糖 隔水蒸半个小时左右 只有老一辈的老人 才懂这个妙用 特别是炎热的夏天经常用到它 有懂的评论区分享一下 越洗越黑的草你见过吗 它的花瓣像帘棚 枝干折断后会流出墨水一样的枝叶 得名墨汉莲 学名李长 懂的人都叫它黑头草 采一些回来洗干净 加快生姜一起捣碎 捣成这样黑色就可以了 拿一块白纱布挤出枝叶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 称它为天然染色剂 小时候经常摘的猪草墨汉莲 你的家乡还有吗 长得像锅盖的草你见过吗 它又叫马蹄菜 雷公根 学名积学草 不起眼的杂草 没想到价值这么高 老一辈人喜欢采回来洗干净 加上家里煮饭的桃米水 倒成糊状 只有村里年轻漂亮的女人 才懂你们的家乡怎么用 农村九十岁老奶奶 留下的一种车前草三宝茶 你可听过 用车前草 桑叶和玉米须一起煮 车前草又叫蛤蟆草 它可是了不起的宝贝 在农村上了年纪的老农 都会拔回来煮鸡蛋 红枣或者是金丝草 有董车前草的欢迎评论区分享一下 古话说鸡油无痕 岁月无疤 古籍中记载的鸡油膏 它可是难得的宝贝 取鸡油之前先把剪刀擦干净 玻璃瓶不能有水分 注意鸡油不沾一滴水 这可是老祖先留下来的古法智慧 一层鸡油一勺白糖 蜜蜂保存在阴凉处 越沉越好 古法鸡油膏 你又懂多少 很多人都分不清楚 白花蛇蛇草和水线草的区别 白花蛇蛇草的叶片 比较尖而细长 每个节节只有一朵白花 白花蛇蛇草更优于水线草 村里上了年纪有经验的老人 都懂它的价值 采一点回来洗干净 加点枸杞 冰糖一起煮水 白花蛇蛇草 你了解它多少 赶上长满灯笼的草 你见过吗 小时候的玩具 灯笼草 没想到它的价值这么高 却很少人知道 九十岁爱抽烟的爷爷 很喜欢采它的果实 回来洗干净 跟红枣冰糖一起煮茶 它的学名叫苦智 你对它了解多少 好在这套彩色书籍中 记录了四百多种农村常见植物 喜欢的左下角下手一本 白花蛇蛇草的叶子 跟蛇的舌头很像 每片叶子节节处 看一朵白色的小花 小时候经常采来卖钱 现在很难找了 很多人不懂 都把多花的散型花儿草 当成白花蛇蛇草了 有懂的老人 都会把它采回来 烧茶或者煮鸡蛋 你的家乡还有这种草吗 橘子蒸蛋 你没见过了吧 准备一个青橘和一个公鸡蛋 把橘子掏空 再把蛋敲进去 盖起来上锅隔水炖二十分钟 只有老一辈疼小孩的老人 才懂了 特殊时期多炖几次 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不能丢 看懂的评论区分享一下 有生执念 愿你没有遗憾 有生执念 愿你笑容灿烂 愿你散动了 愿你承误愿你勇敢 愿你平安 愿梦没有平安 它为什么被称为五行菜 又叫长寿菜 它的根莖花叶种子 分别为五种颜色 又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和药用价值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马齿县 村里上了年纪的大爷 和老太太都喜欢采回来 凉拌 煮茶煮鸡蛋 这样你懂它的价值了吗 眼前这棵 寄生在芦苇 或者观真丛中的植物 只有在开花才能找到 它就是被大家称为 土灵之草的野姑 又叫它观真花 芦苇花 它不仅颜值很高 它的食用价值更高 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懂 会把它采回来 煲汤煮茶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 一定要认识它 北有东虫下草 南有金蝉花 古籍中记载的这一道美食 少有人知道 它的价值很不一般 金蝉花 南方的大虫草 生于岭南竹林 它的记载比东虫下草 还要再早八百多年 只有上了年纪 有经验的人才懂 每到季节都会挖一点 回来煲汤 有董的评论区分享一下 广东非常有名的 地胆头老鸭汤 你肯定没喝过吧 它又叫苦地胆 草鞋底 99% 广东人都认识它 它全草拔回来 可以烧凉茶 或者煮鸡蛋 是苦的 但奇怪的是 用它的根来炖老鸭汤 却是汤甜未美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南瓜虚藤搭配冰糖一起蒸 你肯定没见过吧 在农村这个不起眼的南瓜虚藤 常常被人忽略 把南瓜虚拣回来 洗干净加几粒冰糖 一起蒸20分钟 古籍中记载的南瓜虚蒸水 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你对它了解多少 路边随处可见的狗尾八草煮鸡蛋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它还是小米的祖先 采一把狗尾八草回来洗干净 加三个公鸡蛋和冰糖一起煮20分钟 打开盖子 古籍中记载的黄金叶茶 你可不一定见过了吧 小时候路边到处都很多 现在很难找到了 真没想到 小时候采回来熏蚊子用的黄金 竟然全身都是宝 摘一点叶子回来 洗干净 加点冰糖隔水炖 你懂它的价值吗 我估计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懂了 路边常见的野菜 它的叶子很像马的牙齿 叫它马齿线 又称它为五行菜 才一点回来洗干净煮鸡蛋 只有村里经常吃隔夜饭的老人才懂 以后别把它当杂草拔掉了 它的价值很高 于是卡住了怎么办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微灵心 拍着黄白色的小花 三片叶子有白色斑点 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根部 挖回来洗干净可以煮鸡蛋 煲汤或者泡酒 村里腿小利索 天天干农活的人都懂它的价值 没看懂的评论区看 大家在吃丝瓜时 扔掉不要的丝瓜皮 竟然作用这么厉害 摘一个丝瓜回来 把皮削下来 用盐水清洗干净 跟红枣冰糖一起煮水 丝瓜全身都是宝 特别是丝瓜皮和它的地 九十岁老奶奶经常这样煮 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吗 经常喜欢晚上看手机的 一定要认识这棵草 它的叶子下面长满了猪猪 叫它叶下猪 土化叫叶芒草 农村的表妹 对它的干哥哥特别好 采一把回来加点冰糖煮茶 也可以炖猪肝 这样你懂得叶下猪的好处了吗 评论区说说看 黄金条下出人才 赴京请最终的黄金条 说的就是这棵黄金树 自古以来就有用黄金的果实 填充枕头 或者泡茶来喝 它的花和叶子 可以提炼蜂油精 熏蚊子 还可以泡脚 它全猪散发着特殊的香气 早有烧灰水包粽子的传统做法 你还知道黄金更多的价值吗 好在这一套彩色书籍中介绍了400多种农村常见植物 喜欢的左下角下手一本 真没想到小时候用来熏珠兰牛兰的黄金柴竟然有这么高的价值 它的学名叫黄金 也叫五指锋 它的用处很多 特别是去别人家做客不敢脱鞋的看过来 采一大把回来取它的叶和花 加生姜一起煮水 你还知道黄金有什么宝贵价值吗 评论区说看看 经常上厕所要端半天的看过来 铁皮石壶因为赶上铁皮锈一样 锈迹斑斑而得名 我有一个朋友叫胃不好 家里就种了铁皮石壶 采一把洗干净 加红糖捣碎 也可以榨汁 苦茶煲汤 南方仙草铁皮石壶有很多宝贵的价值 还可以晒干储存或者墨粉 以前的人总有干不完的活怎么办 每天回来拳头都不够用 他们都认识这颗牛筋草 不懂的人就当杂草拔掉 只有腿脚麻利的老农喜欢拔回来 洗干净 加一块将一起烧水 你知道它的价值吗 好在这本彩色书籍 记载了四百多种农村常见植物 喜欢左下角下手一本 现在的人都不爱运动 吃太饱没事干 古籍中记载的这一道鸡石红糖茶 已经很少有人懂了 基石树上全身长满了刺 采几个新鲜的果实回来 切成薄片 平铺在瓦片上慢慢烤 烤至焦黄再翻一面 烤干后加点红糖煮水或者泡茶 你懂它的奥妙了吗 叶子下面长满珍珠的草 你肯定没见过吧 它叫叶下猪 只有村里那些上了年纪 还能自己穿针引线的老人 才懂它的好处 他们喜欢采回来跟猪干一起煮 它帮助过很多人 你懂它的用处吗 好在这本彩色书籍 记载了四百多种农村常见植物 喜欢左下角下手一本 大名鼎鼎的身金草炖大猪蹄 你肯定没见过了吧 全身毛茸茸的身金草 学名叫石松 经常爬山腿脚利索的老农 都认识它 经常采回来炖猪蹄 或者加姜块一起烧水泡饺 你懂它的价值吗 想了解更多农村常见的植物知识 左下角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 会流出奶浆的草你见过吗 常常铺在地面 它叫地锦草 奶浆草 又叫血见愁 老一辈的人经常煮一顿饭 要吃好几天 九十岁的老奶奶经常采一些回来 加点红糖煮水 你知道它的价值吗 好在这本彩色书籍 记载了四百多种农村常见植物 喜欢左下角下手一本